圣主是祂子民的力量 是祂受复者的保障 求祢拯救祢的子民 服游祢的事业 护养他们 提醒他们 直到永恒 因父及自己生存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与您的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昨天我们看到 亚巴朗也在寻找天主的旨意 其实在寻找天主的旨意 不只是亚巴朗一个人 他全家 他跟他的妻子也是一样的 昨天我们看到了亚巴朗 他就笑了 听了天主说 他的妻子自己要生孩子 亚巴朗笑了 今天换另外一个人笑 就是亚巴朗的妻子 萨拉 听到了天主的食指说 明年这个时候 你太太要生孩子 萨拉就在 章目里面 他就偷笑了 为他们来说 天主说这样的 这个是很难相信 这个是笑话 他就笑了 我们可能也是一样的 我们看到了天主 所在我们的生活上 所安排的 可能好像是笑话 但是如果我们相信 是可能会发生的 现在我们大家 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 上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 四眼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 请终生统真 圣母玛利亚 天主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 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天主 你从不一气 神切爱慕你的人 求你使我们 永远敬畏 爱慕你的圣名 并仰赖你的圣名 而生活 以上所求 使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 耶稣基督 他和你其圣神 永生永亡 阿们 公读创世纪 白天正热的时候 亚巴郎坐在帐幕门口 上主在马莫勒 橡树林中 显现给他 他举目一看 看见三个人 站在对面 就从帐幕门口跑去 迎接他们 俯伏在地上 说 我主 如肯赏光 请不要过门不入 我叫人拿水来 给你们洗脚 然后 在树下 休息一会儿 你们既然路过寒舍 等我拿点饼来 吃点点心 然后再走 他们答说 就听你的吧 亚巴郎赶快进入帐幕 到萨拉前说 你快拿三斗细面 和一和 做些饼 又跑到牛群中 选了一头又嫩又肥的牛犊 交给仆人 要他赶快煮好 亚巴郎拿了奶油和牛奶 即预备好的牛犊肉 摆在他们面前 他们吃的时候 他亲自在树下伺候 他们问他说 你的妻子萨拉在哪里 他答说 在帐幕里 其中一位说 明年这时 我要来 你的妻子萨拉 要生一个儿子 萨拉当时 正在那人背后的 帐幕门口窃听 亚巴郎和萨拉 都已经年纪很大了 而且萨拉的月经 早已停止了 萨拉心里 怯笑说 我已经衰老 我的丈夫也老了 还会有喜吗 上主对亚巴郎说 萨拉为什么要笑 又说 我这样老了 还能生育吗 就上主来说 还有男士吗 明年这时候 我必要回来 萨拉必生一个儿子 萨拉害怕 否认说 我没有笑 但是那位说 是的 你的确笑了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天主常念及自己的人词 天主常念及自己的人词 我的灵魂 我的灵魂送阳上主 我的心灵 欢悦于我的救主 天主 天主常念及自己的人词 因为他垂顾了他卑微的侍女 今后万代的人都要称我有福 全能者给我做了奇事 他的名号何其神圣 天主常念及自己的人词 他对敬畏他的人 广师慈爱 千秋万事 他使饥饿者 饱享美味 却使富有者 空手而回 天主常念及自己的人词 他扶住了他的仆人 以色列 因为他常念及自己的人词 正如他曾应许我们的先祖 拥有眷顾亚巴郎和他的家族 天主常念及自己的人词 他扶起了我们的软弱 担负了我们的疾病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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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共度圣玛窦福音 我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进了客房 阿雷路亚 有一位白夫长来到他跟前 求他说 主啊 我的仆人 瘫痪了 躺在家里 疼痛难忍 耶稣对他说 我去治好他 白夫长他说 主 我挡不起你倒设下来 你只要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会好的 因为我随俗人权下 但是我也有施病属于我权下 我对这个说 你去他就去 对另一个说 你来他就来 对我的奴仆说 你做这个 他就去做 耶稣听了 非常 诧异 就 对跟随他的人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在伊斯列 我从来 看见过 有这样大信心的人 我对你们说 将有许多人 从东方和西方来 同亚巴朗 伊萨格和亚格 在天国里一起欢宴 而本国的子民 反要被驱逐到黑暗里 那里要有爱好和切齿 耶稣就对白夫长说 你回去 就照你所信的 给你成就吧 仆人就在那时刻痊愈了 耶稣来到伯德家里 看见伯德的岳母 躺着发烧 就磨了他的手 热症就从他身上退了 他便起来 死后耶稣 到了晚上 人们给他送来了 许多父母的人 他一句话 就驱逐了二神 把有病的人都治好了 这样就应验了 那借伊萨埃亚先知所说的话 他扶起我们的软弱 担负了我们的疾病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我们昨天我们一起看了 那些可能他们做事 就是突破了他们的习惯 就是做事在这个框框之外 可能有新的发现 可能有一些新的事情会出现的 在今天也是一样的 刚才我们所读到的 或是我们所听到的 就是白夫长 白夫长来到耶稣根前 白夫长是谁 白夫长的确应该不是犹太人 只有罗马的士兵们 他们有前夫长 有白夫长 在他属下 有一百个罗马士兵 他是一个长官 那身为一个长官的他 要做事 应该有他们的规定 你应该是怎么做 你要去见人的话 你应该去见 怎么样的一个人 可以去见的 你要求救 你要向谁求救 这个我想是 应该是他们有一些的规定 如果我们看 现在的我们的军人的话 有一些的规定 他们必须要均守的 好 这个白夫长是罗马人 他的仆人生病了 他的仆人是生病了 那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他对他的仆人的爱 是可以看得非常非常地明显 他们对仆人 仆人是他们的财产 跟他们的动物 大概差不多一样的 他可以以这样的一个心态 去对待他的仆人 不过他应该是对仆人 有很深的爱 所以他想办法来救他这个仆人 什么办法 可能他已经用尽了 所有的他能够认识的医生 可能他已经去求救了 那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人 那这个人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 他的工作也可能就是一个木匠 耶稣就是木匠 那这个白夫长就来找这个人 来找耶稣 这两个人 他们的生活的差异非常非常地大 一个是一个长官 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他刚才我们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 他是一个木匠 那这个白夫长 他的生活应该是非常非常地富有的 耶稣 他是一个贫穷的人 耶稣自己他也说了 鸟 有窝 护理有缺 但是人子 要放枕头的地方也没有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贫穷的一个人 但是很奇怪的 这个白夫长 他做了 跟昨天我所讲的 他做了在这个 他们所被要求的框框之外 他打破了他们的框框 他来到耶稣跟前 求耶稣的帮助 他求耶稣的帮助 也是很特别 很特别 他说我的仆人已经生病了 瘫痪了 快要死了 耶稣说 好啊 没关系 现在我跟你一起走 当时这个白夫长就说了 主啊 你不需要来到我的家里 你说一句话就够了 你说一句话就够了 我这个人 我只是一个白夫长而已 但是我可以命令我的仆人 要做什么 他们就做了 我可以命令 这属我权下的这些的士兵们 他们要做什么 他们就要做了 如果我这个是一般的人 一样的 只是一个白夫长而已 我可以命令 我的属下 我可以命令我的仆人 你 你 主 天主 神 你应该有能力 你应该有能力 这些的疾病 也应该会听你的话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般夫长 他对耶稣的信仰 所以奇迹就发生了 因为他所做的 跟他所被要求的 好像突破了这个要求 因为这样做 他所爱的那个仆人 也被治好 就痊愈了 好 回到昨天的 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在做事 可能也是一样的 我们适着 以新的一个方式 新的一个模式 去做事 可能有一些的事情 也会发生的 一些的事情 可能在等待着我们 只要我们 以新的方式去执行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 祈祷的一项 一起奉献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 全部的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随着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天主 愿意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皆以你的旨意 为全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 全力全力全力下来 我们决意把各人 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 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 圣母管理亚 及诸圣人圣灵的传牙 终生侍奉你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及一切恩人 生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籍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恩施 心恩的安慰者圣神 亲属于我们 及切心有的心中 求是我们敬畏 及秀爱之神 求是我们聪明 及刚与之神 求是我们超见 及明的之神 求是我们 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起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 风波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教会 蒙受福音的 宝贷和人名 获得你的真理 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 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封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堂 愿你的我来临 愿你的直预 共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 日用的食量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但求我们天律兄德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天律和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 及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里程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你们为我宽恕 你们为我宽恕 地中一个所作的 你们就是为我做 当我饥饿 当我饥饿 你们给我 Ken'ò 当我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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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给我渴 你们来分相天国的愿景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